本校校園傳媒的身為近年引起廣泛討論 論述更多,但校園傳媒身為獨立組織是不容置疑 但在香港城市大學 目前卻經歷著有關校園傳媒獨立的討論和改革事宜 當時廣播幹事會有些製作 是幹事會會長說不可以、不接受 他就要改,甚至要結他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早前通過處理城市廣播部脫離學生會幹事會的議案 並將成立委員會,專責處理舉辦全民大會的事宜 有關的修憲聯署已提交超過半年 現在CBC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媒體 是城大學生會幹事會的附屬部門 大城大城市廣播部還未成為一個獨立的媒體 學生會幹事會萬一被罷免,CBC會怎樣呢? CBC可能會被解散 對比現時香港大學學生會和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的架構 香港大學學生會校園電視獨立於中央幹事會 與中央幹事會、院會、寫堂學生會、宿生會等平等 但現時,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城市廣播部 是學生會幹事會的一個常設部門 而幹事會成員之一的廣播幹事 是廣播部的必然首長 亦能代表學生會幹事會全權掌控廣播部 其實城市廣播部的存在 自己本身已經是一個制度上的漏洞 根據會章,根本是沒有一個地方 講過城市廣播部的存在 他有提過一個常設部門 但一個常設部門應該有章則 講清楚它的成立、它的產生、它的職權範圍等等 但我去管理城市廣播部的時候 我問過評議會,根本是沒有任何文件 去證明一個部門叫城市廣播部存在 他又指出,由於廣播部仍然由幹事會直接管轄 在各方面都遇上種種困難 首先第一,當然幹事會永遠都保留著一個 可以進行自我審查的權力 所以就算你說,我們以為這個製作是符合民意的 是符合會員最大的利益 只要幹事會說不行 那你就可能都要去改了它 第二就是,就算它不直接對你的製作去介入或者干涉 它在財政上都是可以剝削你的 因為整個幹事會是用同一份財政預算去做 這些錢回來,怎樣去分配 它其實全部都是會長可以操控的 當它控制著你的資源的時候 你變成製作都會很困難 第三就是,基於沒有一個清晰的章則去列明 城市廣播部有什麼職權範圍 它有什麼權限 變成我們試過是想去拍攝一個仲裁會議 就算得到首席仲裁團的確認是同意 去到也可以在爭拗之中又說 好,我們突然間決定不可以拍了 因為根本沒有條文去保障到底什麼範圍 才是城市廣播部可以採訪的事情 就是不想讓他們做 這樣 這些是城市廣播嗎 不是,我真的完全不是因為其他事情 或者怕我自己會不得 我不想讓他們做 就是這樣 謝謝 在2013年,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通過一項議案 內容為堅決捍衛校外及校內新聞自由 中央幹事會並不能干涉校園電視的運作 確保了校園電視的獨立 並保障一個媒體的質素和公信力 早前,評議會換了新一屆 終於肯處理CBC獨立訴求 雖然拖了半年 但我們都很樂於看到他們終於肯處理這個聯署訴求 但我們知道他們有考慮 會不會現在4、5月 可能學期就快完 不如推到9月才去舉行 這件事是 我相信任何有份聯署的人 或者是關注了 或者任何一個城大學生會的會員 都是不能夠接受的 消息指,評議會希望趕及 在5月內召開全民大會 根據會章,首次大會的法定人數為基本會員的10% 假約留會將照開第二次大會 法定人數減少至基本會員的5% 第三次為1% 約為166人 若再次留會將會訴諸全民投票 即難以在本年度內完成此項收張表決 在這麼多間大專院下面 是真的只剩成大 是未有一個獨立的大專電視台 作為我們相信的四大一份子 我們怎麼可以是唯一一個 沒有電視台的大專院校呢? 所以希望同學不要覺得 4、5月是學期尾 所以不可以出來表態 學期尾就是更加有時間 一定要出來投下神聖的一票 來全民大會爭取這個 城市廣播獨立 一周的電視台 在一起 成功 一周整個電視台 不要緊預先 一周的電視台 一次 那個電視台